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想做个芝麻饼 首先我们讲讲材料 这个低筋粉这儿是100克 芝麻 我用了黑白芝麻 大约这儿是20克 糖25克 盐小海大约1克 牛奶 这儿是30克 油 普通煮食用的油 这儿是25克 首先把芝麻和糖和盐 倒入一起 混均 混均后把油倒入 混均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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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牛奶倒入 混均到成团 混均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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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約等它30分鐘 然後才造型 我們的麵糰已經鬆弛了 我們拿出來造型 我們將它分成大約18至20粒 我們把麵糰拿出來 然後把麵糰抹平 我們可以放進鍋盤 我們已經做好了形 可以拿去焗的 焗爐用170度 預熱15分鐘 我們拿下去 放下去 170度焗12至15分鐘 我們的芝麻餅已經焗好了 各位 今次和大家分享的芝麻餅 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都喜歡 拜拜